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欢迎收看大甲光面突厥时事即食面 我是花仔星 今天是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 上星期跟大家看過廣州玉林荔枝狗肉節 昨日就是夏節,也就是狗肉節開羅的日子 跟大家跟進下這個節日的盛況 經過傳媒的報導,有很多來自外地的人會慕名而來吃狗 甚至帶自己的寵物狗在旁邊看著自己吃狗肉 更加有人帶貴婦狗去到玉林 請狗肉店的老闆幫他們把一隻貴婦狗煮成美味的佳咬 承接上星期的報導,我們提及有60%的人口會吃狗肉的南韓 法院已經裁定為吃狗肉而殺狗,屬於違法的行為 即是南韓人已經逐漸淘汰吃狗肉這種落後的文化 其實最近八年,中國已經有一位女士傾家蕩產 去拯救這些無辜的小生命 為了搞這場救狗革命,她賣了手上幾十層樓 連老公都走路 即使得到佛教團體,甚至玉林當地政府的支持 最終玉林這群暴民都是繼續劏狗吃狗 他們還說多一群抗爭者抗爭 以及媒體的報導,越來越多人來吃狗 而且有救狗的人士想將狗從狗犯的手上買走 狗犯更加看穿對方的目的 坐地起隔賺到盡 彰顯中國人貪賤的特質 加上狗犯劏狗的手法是非常殘忍 包括鑑山將狗燒死 亂棍打死 丟狗下熱水讓牠脫掉毛等等 還會鋪上社交網絡 可以看得出中國人有多熱愛這些生番的行為 美國也有義工昨天來到玉林打算展開救狗的行動 可惜他們一來到就不斷被跟蹤 看怕今年玉林的狗隻都是凶多吉少 專業中醫指出 荔枝和狗肉本身都是瘟熱的食物 吃了容易躁耳 可能會發生過燥、流鼻血等等熱氣的症狀 嚴重者更加會生自瘡和自出血 捉完這班一路吃狗肉、一路吃荔枝 還要喝燒酒的人 早日爆痣瘡、流血不止 雖然每年都會有很多救狗人士去到玉林救狗 不過以中國人那些 不聽人說我行我素 覺得自己大了做什麼都可以 甚至要全世界遷就自己的民族 玉林這一場抗爭看來都會沒完沒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場狗狗惡夢 今晚吃麵就吃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大甲乾麵 再會 不明 不明了 不明了